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龍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植物燈要如何做挑選 還有要如何做簡單的判斷 那這部分其實很多朋友一直敲碗 然後想知道關於這些內容 但不是我不想做 其實我從去年就一直很想做這個主題 只是呢 這部分是需要經驗的累積 還有燈具的實測才能夠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就到今年這個時候 就準備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這兩三年以來 使用過的燈具、燈款 還有對於植物燈的挑選跟判斷 那這部分我會分成兩集來跟大家分享 那麼這集要分享的就是 植物呢它需要什麼樣的光譜 然後我們在挑選植物燈上呢 有什麼樣簡單的方式跟工具可以做測試 那這部分呢 其實我會幫大家小小的科普一下 植物對於光的需求 那我們就開始吧 OK在分享之前呢很多朋友會提到說 為什麼植物需要植物燈來做補光 這部分就要講到多數人家中的種植環境 像我自己呢家裡就是沒辦法擁有長時間的充足陽光來種植植物 我家中只有季節性的陽光是可以照射到家中 那這個短短的一兩個月呢 其實對於我種植塊更多來說是不夠的 所以呢這部分就需要植物燈來補足陽光的補足 這部分其實也需要大家來判斷 你自己家中的環境還有對應你自己種植的植物 對於光的需求是不是足夠 像有些植物就對於光的需求沒那麼高 對於植物燈的選擇呢就要來小小的科普一下 你的植物燈當中有沒有適合植物生長的光波光譜 從太陽的光當中呢 我們可以分成可見光跟不可見光 那可見光呢就是落在400到760nm這個區間是可見光 也是我們人視線當中可以看到的光束 那麼不可見光呢就包含了紅外線紫外線 還有一些什麼S4線啊 Gamma色線這些就是比較自然客會教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多講 那光譜攤開之後會看到旁邊 左邊這一側叫深紫色呢就是紫外線的區間 那到了400nm這個區間呢就會變成藍光 綠光紅光 然後漸漸的超過了760nm之後呢 就會變成遠紅外線的區間是不可見的 所以在400到760這個區間呢就是我們所看的到的 那麼在可見光的光譜當中呢 有幾個部分是對植物生長特別有幫助的 第一個呢就是藍光 藍光對於植物吸收葉綠素啊 或者是胡蘿蔔素是有比較大的作用 然後可以促進光合作用幫助植物做生長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就是紅光 它是可以刺激也是幫助植物生長做光合作用 那這兩者呢是影響植物最大的兩個光譜 然後這個紅光跟藍光呢就是最廣泛被用於植物燈裡面的光波 那麼說到其他的光呢像綠光 其實對於植物來說也是有小小的影響 但沒有影響的那麼大 我們現在瞭解到紅光譜跟藍光譜呢 這兩個區塊的光是對於植物有幫助的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各家廠商所提供的燈的光譜 去比照說是不是對於植物真的是有幫助的 那這時候我還會看一個叫做色溫 因為植物燈每家廠商調配的光譜不一樣 所以呢它展現出來的色溫也會有些落差 像柏玉這款燈啊 它就是為了多肉而打造想要上色 所以呢它把紅光這個區塊的光譜調高了之後 它的色溫就會比較暖一點 照出來就是一個黃色的光 太陽光當中還有含有綠光譜 所以呢在整個光譜的調和下來 它的光就會比較偏白 所以大概會落在5000左右 那在觀賞性也比較好 那我自己會比較喜歡全光譜的燈 那麼了解了光譜之後呢 就會提到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更精準的去判斷 植物燈是不是對植物真的有效 其實在學術他們有一個研究的數值 也就是PPFD 這個數值呢就是光合作用光子通涼密度 講到這裡相信大家都聽不懂 它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每一秒多少的光子是對植物有效 然後落在植物身上的 數值越高呢 對於植物的生長幫助越大 那這個數值呢其實多數的廠商 不會跟你講說它是有多少公分測出來的 因為呢這個東西是拉越遠 它的數值會越低 你的光子落在植物身上會越少 你越近的話數值就會越高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一個矛盾就是 我到底要怎麼知道這數值高低 對於植物是不是有效 或者是植物到底需要多少 那可不可以測試 可以 這邊有一個專業的測試儀器叫做光譜儀 它可以完整的測試裡面所有的光譜 然後PPFD多少 但這光譜儀呢真的是蠻貴的 一台要5萬多 也應該不會有一般的消費者想要買一台5萬多的儀器 去測試自己家中的植物燈 這時候呢就有一個簡單很便宜的測量方式 這個東西呢叫做照度計 照度計呢就是很廣泛用於室內照明設備的一個儀器 它是測試光的強度 它大概只要500塊 我自己是非常推薦大家可以去買一個這個 這個呢使用方式就是這邊有一個感光元件 它會顯示數值在這邊 那我今天假設我們測試的光是太陽光 它是一定有對於植物幫助的光譜 那我們測試它的強度 如果它強度越強的話 PPFD也會隨之的升高 越低的話PPFD就越低 我通常呢會照了植物燈 再去照一下一般日常當中陽光的照度 來透過這樣的數值的變化 然後去當作一個參考值 當然有很多人或者是專業人士 可能不相信這樣的說法 那對於我們消費者來說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測試方式 而且是有數值 可以當作參考依據的 那我自己在種植上也可以當作一個考量 那我當時在測試的時候 也有測試過下雨天 然後大晴天 那一樣是在中午12點的狀況下 測出來的效果大概是10萬到12萬 10萬到12萬 植物燈真的是要貼得非常近 才會有這樣的功效 所以太陽光真的是很厲害 那這時候我就上網尋找了一下 有沒有其他人也做過這樣的測試 就找到了一位日本朋友 他在智利的原產地 黑王丸、咕隆丸的原產地 那邊去做了一個照度計的測試 在陰天是2萬9 快接近3萬的這個照度 跟我們的植物燈照射出來的效果 其實差不多 然後如果是大晴天的狀況下 他的照度會達到12萬 所以這個落差值是非常大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當作一個參考 其實要講的就是 植物燈真的落差太陽的光 落差很多 那我們也不能因為這樣的參考 去模擬太陽光的這個照度 因為植物燈當 他離植物太近 然後去達到那樣的功效的時候 他同樣會散發很熱的溫度 他散熱的狀況下會去 曬焦了這個葉子 或者是你心愛的快根 所以這時候我有一個經驗的分享就是 我自己在種植這些快根龍舌蘭 身上的一些照度 參考 像是快根 我大概會抓2萬到3萬 是快根足夠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調整 那像龍舌蘭身上 我自己會大概再抓更近一點 大概是3萬到3萬5 可以有效的空行 那這時候還要特別提醒各位 就是這樣的測試方式 當然不是最專業的 他只能用於你的光源是日光 或者是你能確保他是對於植物 有效的光譜 像是植物燈啊 才能這樣子測試 不然你拿一般的LED燈 可能有過高的藍光 來提升很高的照度的話 他會有一些誤差值 那這時候也有人會問到說 那可不可以因此而判斷出PFD 是可以的 這邊有一個網站 他是專門給照度 然後你可以輸入進去 然後算出你的PFD多少 然後大家可以去做一個測量啦 大家最主要在判斷植物燈上呢 還是要依照自己去測量說 植物的需求夠不夠 不然你給予過多或過少 其實對植物都是傷害 最後呢在挑選植物燈的情況下呢 還會遇到就是瓦數的問題 瓦數越高 當然你種植起來會越輕鬆嘛 因為他給的功效會比較大 然後你照明的這個距離可以拉比較遠 但也不是說低瓦數的不好 其實兩者是可以因為高度的不同 而達到同樣的效果 所以在瓦數的選擇上還是大家要去選擇 有安全保障的 也不要太高瓦的 不然到時候重職上有一些疑慮的話也不太好 那在燈具的挑選 其實以上的分享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呢 其實也使用過很多款 那下一集呢 我會來分享一下 以上所有的朋友問過的一些Q&A 常見的Q&A 還有我自己在照明上 喜歡的燈具 然後每個的燈具的優缺點 那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要鎖定下一集的影片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我是K要是阿龍 我們就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明天宇宙